第242集 叶少阳透过后视镜 看到小马在玩手机 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 立刻猜到 他肯定是在跟王平聊天 回头说 不是刚分开吗 哪这么多话说 啊 小马愣了一下 才发言过来 急忙反驳道 胡说什么呢 我们昨天晚上 各自回房睡的 八字还没一瓶呢 你们可别胡说 叶少阳撇了撇嘴 不再开玩笑 从兜里掏出那份打印的 上面标出 无鬼半山镇的地图 研究了一番 摊开给老郭看 小慧昨晚告诉我一个情况 他已经检查过了 七郭根本就不在庙里 所以 他唯一有可能在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 无鬼半山镇里 小马立刻说道 不对啊 之前七奶奶明显显灵广 而且你也说过 那庙里有五星镇 把七奶奶封印在里面 叶少阳斜眼看他 无鬼半山镇 为什么叫半山镇呢 小马一愣 哪里达得上来呀 半山 就是转移镇法之力 五个鬼镇之间 可以循环转移 如果我猜的没错 那庙里的封印镇法 那庙里的封印镇法 早就连同七奶奶一起 被转移到了 最后的一个鬼镇里 我们之前看到的 只是七奶奶留下的意念残影 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们认为他在庙里 小马瞪大了眼睛看着他说 那之前七奶奶险刑杀人什么的 又怎么说 那是鬼仆干的 目的也是一样 混淆视听 让大家都以为七奶奶在庙里 这是昨天晚上 小辉跟我说他调查的结果后 我们两个共同的看法 老郭查了一句 那他是怎么调查的 不知道 但是他言之确凿 而且这样一来 很多谜团也都解开了 例如 当初绿帝的那个张经理和监工 都是死在庙堂里 但我们去了之后 却没事 假如真是七奶奶所为 以他的修为 就算杀不掉我 但杀了小辱他们 却是轻而易举 但他没有动手 当时我也很纳闷 现在才知道那个鬼仆干的 他既会跟我直接斗法 所以没有出手 这鬼仆的智商真不低 偷天换日都会 小马摇了头 感慨地说道 不过 他这么干的目的是什么 叶少阳怂了怂间 我不知道 什么 小马和老郭都是大吃一惊 臣不知道 不过这一切的答案 都在第五个鬼阵中 现在怎么猜也没用 到地方再调查吧 叶少阳往窗外看去 在他们说话的功夫 汽车已经开进了一片山区 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不过想到老郭来过一次 肯定记得路 也就没有多稳 沿着一条柏油路 一直开到了一座大山的府邸 老郭把车停在路边 说道 网上不远处就是陵园了 那里有人把手 咱们也别开车了 走过去吧 于是一行人下车 沿着光洁的柏油大道向前走 小马环顾左右 纳闷道 奇怪啊 这黄山野岭的 一个住家都没有 谁在这修一条路出来 这条路尽头就是马家陵园 肯定是马家修的 大概是为了运送修住陵园的材料什么的 没路多不方便 老郭解释道 好啊 为了修陵园 生生地修出一条路来 老郭哼了一声说 哼 还是不够好 要是我 就直接用直升剂 把材料一点点地叼上山 小马说 那得叼到猴年马月去 有钱任性啊 小马翻了个白眼 你那不是任性 是神经病 如老郭所言 顺着柏油路向上 走了三百米不到 来到了一处山间平地 有三个足球场大小 地上铺满方砖 正对面的山岩下面 有一座白墙青蛙的院落 当中一座拱门 上面是清白的一片 没有任何标志和字迹 两边是四五米高的围墙 以扇形向两边延伸 最终接入山岩 形成了一座封闭的 堡垒一样的建筑 拱门下面 有一道锁置的铁扎篮门 后面有一间小房子 里面依稀有人 叶少阳回头对老郭说 师兄 把面具拿出来吧 小马愣了一下 贱气地说道 这就蒙上了 老郭说 前面都是摄像头 是要蒙面 说完 从背包里拿出了 三个准备好的面具 这是孙悟空师兄弟三人 老郭自己先把 杀和尚的面具戴上 叶少阳抢过了 孙悟空的面具 举着猪八戒的面具 对小马说 戴上吧 特地给你准备的 三人把面具戴好 老郭摆了白手说 你们俩去吧 我把风 叶少阳笑道 这一片空地 也没什么好把风的 跟我们一起吧 干了这一票 事后分钱 面具的窟窿后面 还能看到老郭翻着白眼 咕噜道 越听越像是抢劫呀 小马上去拉他 你就走吧 万一被抓了 咱们三个进班房 以后有个伴啊 你这什么思想 自己栽了 还要拖人下水 老郭纷纷不平地说道 但是还是被小马 拉了过去 三人摸着墙根走过去 来到了栅栏前 身头看去 那个小屋里面 有两个男的坐在床上 对面小桌上 竖着一个小平板电脑 正在放郭德纲的相上 小屋后面有一辆轿车 叶少阳猜测 估计这俩看门的 就是靠这辆车 下山去采购吃穿用的东西 在这大山里面当保安 亏着两个人守得住 小马低声说道 一个月给你几万块 你也守得住 老郭说 顺着铁栅栏往里看 是一条青白小路 两边种着松白 倒是很符合灵前的布置 不过尽头处 就是一道拱形的通道 里面漆黑一片 叶少阳左右观察了一会儿 对二人使这个颜色 顺着墙根一溜小跑 来到了墙根的一个死角里 老郭率先开口 那个拱门后面 是一条山洞 后面是一片被围起来的空地 就是樱花园的所在 叶少阳马上问道 你不是没翻清过去吗 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我从附近的山崖上 爬过去看过一眼 从那边进不去 只能大致看到 里面的一点情况 要不要带你去啊 那就不去了 从这边直接进去吧 叶少阳沉引着说道 我看到电脑 在房间里的角落的小桌子上 上面的画面 是监控吗 在房间里的角落的小桌子上 在房间里的角落的小桌子上 在房间里的角落的小桌子上